那你上起來你擔任什麼 若干年 你都沒有訂下來 還在期待有緣人 因為我覺得我大部分是因為我的形象 我的螢幕形象 因為我是aka 我是亞洲撩妹王 我是全民情獸 蘭蘭之子飛文狂傳 江麗東探有望找到有緣人 他有一次我們一起出外景 然後他就說 反而你經過我的一輩子就要數值了 因為我想跟你一輩子 你都沒有訂下來 還在期待有緣人 因為我覺得我大部分是因為我的形象 我的螢幕形象 因為我是aka 我是亞洲撩妹王 我是全民情獸 張麗東國王最知名飛文就是 FOMOSA SESI隊長姿子 跟樂天拉拉隊女生懶懶 甚至有網友爆料 姿子不是都已經跟張麗東上床了 那也是因為 比如說他也是問與答 中間很多人問他只是貼上去他的回答 可能記者就剛好看到那個 剛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聳動的標題 就啪就出來了 我自己也傻眼 可是我們兩個都知道那沒什麼事 對啊 認識一陣子了 從他還沒記夢想家之前 那另外一個那個飛文對象 藍藍 藍藍不就是被最近有那個新聞 我們就是螢幕CP嘛 因為我們等於是在螢幕上的互動 大家很喜歡 所以大家很容易比如說 就是看戲的會著迷 然後有人就會說 那這樣我怎麼吃一東西 這樣CP不就沒了嗎 就有些人會替我們默哀 就是跟他在節目上的 我覺得默契很好 大家對我那種 比如說時不時聊他一下 是覺得很好笑 有趣的 其實他也會聊你耶 他說說你不要再等他了 這是聊我嗎 這是拒絕我嗎 那你有沒有想要成家立業嗎 要啊 因為畢竟人到了一個歲數 其實主要是我媽會想 因為他說他人生的版圖 就好像差那一塊 就是會講一些比較重的話 渴望早日成家立業 但張立東過去傳了不少飛文 更時不時和行妹被拍 然後我們那種拍也沒什麼啊 就是朋友聚會 我也沒有在街上什麼blblbl 也沒有什麼牽手 都沒有啊 那個是我跟我朋友 要一起過馬路 然後我們三個人 一起這樣子過馬路 大概三年前 張立東在內湖 砸千萬資產 目前過了寬限期 大概一個月含本金要繳六萬多 那你有想要再買一間嗎 再買一間 那除非我擴大經營造大家庭 除非我家庭成員有變動 比如說我步入婚姻 我看小鐘哥這樣子他 你沒事耶 對 就是希望不要超越他 希望不要 那你算起來你單身什麼 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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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沒干到 沒有啦